Hello 各位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What If 港超聯系列 我是蘇雞 這次會和大家玩回香港隊 但是這次的玩法就有點不同了 這次會和大家再戰亞洲杯 但是有一個前提之下 再一次挑戰亞洲杯 到底會不會入得而出呢 新前提是 如果 傳聞當中 或者叫做辦理當中 各位幻想之中 希望他們入籍的球員 我稱之為入籍四天王 如果他們全部都是香港隊陣中的話 到底香港隊在亞洲杯 有沒有可能殺出重圍呢 好了 跟大家看看有什麼人 首先 杜俊輝就不算 有艾朗基納 他現在就在德秉 德秉 德秉 能力就是這樣的 跟著下去 我把這些球員全部改成 能夠入選香港隊 跟著下去就是 慈英 雖然 雖然這張相片跟現在很不同 哈哈 但是能力就是這樣的 他的 所謂的 姿勢 是右閘的 所以都想一想 都要怎麼調 另外最後一個 這個 這個 大家都很想 但是有些困難的 天樂仔 所以 他就很明顯是一個中場 半個八號 半個十號 這樣的角色 好了 將這所稱之為 入籍四天王 如果 他們 能夠 在香港隊陣中 再聽一次 亞洲輩 同樣的對手 都是伊朗 都是阿聯酋 都是巴勒斯坦 到底我們可不可以 拿多些分數 甚至出線呢 好了 一會兒就一次看完 三場賽事會是怎樣的 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下一條影片了 給個讚 分享給朋友仔 看看 另外就可以是 課金支持小弟 不可以是Payme 或者是FPS 都OK的 小小的支持 多多鼓勵 馬上看看 亞洲輩三場賽事 到底有入籍四天王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變化 好了 其實排陣方面 其實我自己都想了一大堆 因為現在這樣排出來 有些球員未必用到 例如慈英 因為慈英的情況比較尷尬 他的能力方面 其實稱一下稱一下 他又不及余子藍那麼好 所以你說 踢右閘來說 又好像余子好些 尤其是在防守那部分 似乎余子可能會 他的搶斷能力比較好些 所以這一部分 我有少少疑問 到底慈英的定位是怎樣 中場我都試過想過 放上去 但是他的情況又是 如果攻守轉換的POWS 傳播不夠好的話 如果只有8 所以這方面 有少少雞力的感覺 中場其實這三個 現在是我 心目中 叫做最理想的配搭 在這個徹底下 陳俊樂繼續是一個防中 其實因為他在 FM裡面的數值 是 如果做防中其實是幾不錯的 14全球12搶斷 其實是幾不錯的 一個防中的數據 另外就是天樂 天樂明顯在 數據能力方面 基本上全隊 都基本上最高是他 另外就是Harrison Harrison 其實也有少少雞能味 雖然他就是在英超那邊 跟青年隊 但是其實他的能力 是不是原諒到這麼好呢 又不完全是 傳播好些 技術都不錯 但是比如說 力量和平衡這些 其實 差一點 可能是比較軟的球員 另外就是 右翼方面 應該都會用回艾華頓 用回艾華頓 但是因為現在就是 12月了 未去到正賽 moment 所以大家的狀態都未焗起 左翼方面 會是阿朗基那 其實他的能力方面 都可以的 挺不錯的 逆風來說 這些雙十四的速度 其實都算是 正常 歐洲的頂級聯賽 裡面 逆風其實都差不多 這些速度 戰頭位置 這一刻都還未確定 是安永階 和Michael 都是上代觀察 效防方面 反而就 跟現實差不多 反而 周元德 就在 這個save 裡面 似乎沒有什麼比賽 所以狀態很差 介紹完之後 我們趕快就跳到亞洲盃的前夕 好了 來到賽前 其實跟現實有點不同 就是 我們會先打伊朗 然後再對阿聯優 最後還是對巴勒斯坦 來到賽前 其實有些球員的狀態 不太好 我就決定不用著 例如是周元德 其實他是有點傷 再加上這些狀態很差 那就不用了 先放在後備 或者是大名單都不入 不好意思 杜俊輝的狀態都是偏頑的 都是先放在後備 另外 箭頭方面 我決定用一用早連奴 我看到他這一季的狀態和入球數字都不錯 另外中場方面 陳俊樂膽來的 所以狀態不足 我都唯有被迫著用 Alphie Harrison也是被迫著用 因為都想把這個 入籍四天王都放在這裡 他們健健康康的話 我想了想 左閘其實慈英都可以踢 因為他都是顯示他能夠踢左閘 那 而且助教勞斯爾 其實他在FM裡面都是勞斯爾 他就強烈建議我用左閘就是用慈英 那我就試一場 暫時放在後備 我就試一場慈英踢左閘 看看會怎樣 中堅方面就是 弟弟搭著盧烈斯 因為幾個中堅的狀態都不一般 所以弟弟和盧烈斯比較好 魚子一右閘 阿隆基拉 天樂 艾華頓 這些 一如剛才的擺法 立刻去看看這場 對著伊朗的賽事 一出來已經是最硬 這場是最難打的賽事 一來就已經 亦可以考驗到 到底 這些人 放在一起 可以 進不進球 呢 我都覺得搜不住 我都覺得搜不住 但能不能進球 我都頗好奇 叫他們輕鬆一點 放鬆一點 穿著 紅衣 就是 就是 香港隊 白衣 伊朗 其實是 這個Skin 我都是生活 其實我都不太習慣 角球有 茶漢巴薯 反過來 按鍵裡面撞到尾巴 然後泰利美 繼續做回茶漢巴薯 再來 這下茨英的搶到 想放到前面的時候 轉手為功 又不行 對面超級強陣 艾斯蒙 泰利美 茶漢巴薯 這些都在這裡了 其他有些不好吃 牛鼻 都不太熟 好 啊 看到就 咦 數據方面我們好像更好一點 嘩 我們為什麼有八個射門這麼多 嘩 但是沒有畫面 我們只射門 艾華頓有五次的key pass 這一欄的數字 是一個關鍵串球 要五次 暫時最高分是艾華頓 零分方面 但是兩邊都沒有開記錄 畫面我們沒有什麼攻門 可以看到 但是這邊隨時一下就輸了 嘩 好運 輸不完 這一下就不中籠 哇 但是攻門數我們是十比二 十比二 十比二 好誇張 控球率都是五五開 嘩 真的有些驚喜 真的有些驚喜 因為看到中場是 有些困效 天樂 艾華頓 7分 對面 就是 查案巴薯這六點幾 是斯蒙這六點幾 論威脅數我們比較厲害 但是通常都是這樣 哈哈 你得勢是不得分的 這種情況之下 好了 大家都很開心 守不守得住呢 難說的 查案巴薯有些受傷 所以他的體能都掉下來 這個對我們來說絕對是好事 絕對是好事 嘩 現在是贏點數 期望得高到1.6幾 好了 高球這裡有些 有些問水 入到艾斯蒙 唉 十二碼 都是輸這些 就是永遠你拿了個勢 然後又 這些就輸出去 艾華頓反了十二碼 泰利美 嘩 他這陣子不是他們 他 泰利美本人這陣子 無論是現實還是FM 都入到十二碼 都是 基本上是頭踩行 好了 六十多分鐘 我們落後一球 有沒有關轉 又是泰利美 都是他 哈哈哈哈 做不到 一輸開一球 就一直倒水輸下去 好了 現在我要動一動 現在問題是在於 有些球員沒有什麼表現 艾朗基拉沒有什麼表現 他有 體能又跌了 又低分 那現在就 首先 組員和無聊 那 安詠佳還是Michael 還是兩個一起 Michael和安詠佳一起 一起 然後艾華頓不拿走 暫時 天樂 陳俊樂很低分 是不是他受壓很辛苦 如果踢得很辛苦 可以省一省力 因為他不算最適合 他不是很適合八成 放阿俊銘下來 暫時就 嘩 如只有一張王派在身 6.1分 有點危險 就放翠雲傑下來 幫他頂一頂 杜俊輝 未夠狀態 阿華頓 有踢得不差 情況之下 暫時還沒用到 這樣 換一換 看看 可不可以整個球 我們 破一破蛋 也OK 當然 我們的目標也不是這場可分 後面那兩場 如果有分落袋 就很好 好 好 這邊 按他頂 這下遠射OK 是不是胡俊銘 是 胡俊銘的遠射 好了 阿華頓的角球 分出來近處 弟弟頂不到 但阿華頓可以拿回來 沒了 可惜 快要80分鐘 再換了 再換了 現在我就 阿華頓我只要保持 中場 天樂仔沒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了 他唱 哈里森又不是 踢得不頑 胡俊銘很難跟上比賽的節奏 我想放陳少君下來 因為這個時刻 而且我也想放杜俊輝下來 換就天樂仔 陳少君扔下來 杜俊輝 下來了 不是 沒有人了 換了 哈哈 抱歉 一時沒有遺疑 已經換了 好了 最後一搏 是不是陳少君下來 看看能不能千軍一發 嘩 點數到下半場 我們馬上輸回一節 沒有啊 沒有畫面啊 最後也是這樣 咦 不是啊 可不可以弄回球 得了 幸好沒有拿走阿華頓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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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長 阿華頓佛球 直入 1比2 可以 可以 他拿全場最佳 嘩 嘩 好厲害 其他球員 就 哈里森OK 努烈斯OK 但其實對面也不是很多個OK 艾斯蒙也是只有6點多 是對面太尼美兩個機會 一個十二馬一個高球機會 點數我們都OK 其實都有些好處 但是 輸了十二馬很洩氣 唉 馬上下一場 好 來到對著阿聯游的賽前 其實球員的體能有時候都 不是很足夠 所以都要做些輪換 慈英這邊很明顯都不足夠 體能 換回陳俊一下來 陳俊落就是胡俊銘 唯有 沒辦法 哈里森很明顯很累 那又有點頭癢 陳少軍還是余在賢呢 陳少軍好像比較好一點 I mean 就是數據 但其實他也不太好 有點卡卡 還是余在賢呢 余在賢和陳少軍的能力 陳少軍好一點 好少少 叫陳少軍 冒險都要 播一播 阿華頓 嘩經歷了上場之後 累到 剩下80 這樣嗎 那 那就 唉 那 這場是那個兩難之處 其實 我照用著 阿華頓先 跟著 然後 阿朗基拉 休息一休息 對 跟著 安永街打回正前 組員跟他左手邊 阿華頓始終都是不可滑決 雖然有殺入直死 都是不滑決 阿威哈里森要休息一休息 在後備 等下可以再放下 阿華頓 沒有 控制都要打 雙方球員熱身 再來 對阿聯誘 狀態最好就是阿華頓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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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樂這場 可不可以交回 一個 我 信服的表現 來 拍球 做阿公也好 腳都是紅衣 港隊 白衣 就是阿聯誘 阿華頓 好 還是對面 公仔 不要犯十二馬 認真 蛤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對面也有直兵 利馬 這個也是利馬 可不可以 厲害 30歲 被人們重重圍困 一直被捕著 禁區道 再來一腳 完全沒得踢 小小攻勢都沒有 剛才我們對伊朗 打得 錯 但是對阿聯誘 竟然一動都沒有 就是換了某幾個球員 到我們來了 天樂 角球斬出來 神進一 立得回 繼續都是天樂 賣到來 被中間還是怎樣 神進一 這下都可以 有沒有越位 沒有越位 翁高 OK 都可以 翁高 都可以 本身以為是阿華頓入球 但是不是 對面的烏龍球 應該撞了對面 都可以 本場維持住 這個比數也是可以 追回和更好 阿華頓 只剩下六十幾% 好累 你也搶到 陳兆君 一路的推進 左手邊有沒有人掩上來 唯有自己傳中 這裡阿永家 能夠打回 這裡再起腳又不行 不中龍 但是阿永家 又打回頭 這一刻 這一刻再來 不要輸這些角球 大哥 我們都夠身高有勢 沒理由輸這些 好了 魚子 魚子是很難取代 此時 慈英又沒有他那麼厲害 事實上 好了 天樂 走到左手邊 走到中間 中尾 再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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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 對面 這球 不要輸 不要啊 真的 這個花表很厲害 神進一都很厲害 忍不住 神進一都 都知道他 太厲害了 明顯是守不住他 先鬧一鬧 有什麼變化呢 可以 這個位置 阿華頓 交不到東西 其實要換 踢多 10分鐘了 阿華頓要換走 6.3分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看 接著 安永家前面 剛剛都保持到球 剛剛 天樂這場對板 還要換 早連路 有一下 OK 其他位置 還未算得出 多一會兒 就換 OK 早連路 為何整天傳不回後 我就不太明白 進來這裡 又要傳回後 FM的引擎出事 接下來會換新引擎 最後這一集 這個引擎 軟射又中了 已經中了兩次 對面打快攻一折 OK 干擾到 拿回 胡俊銘今天在防守 這場球裡面 做得不錯 天樂 回過來 左軟途給他 中間胡俊銘再來 OK 胡俊銘軟射 OK OK 好了 我覺得有必要 現在 誠勢 再變一變 阿華頓 這場 踢下去 似乎都 那 就 阿朗基那 他 右手邊都可以 是嗎 左手邊好一點 但是右手邊都可以 嗯 天樂這場都可以 陳小君可以 暫時 陳小君 天樂 之間 選擇 因為天樂差不多了 準備 沒有了 慈英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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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似乎 那個 致命傷 體能不太足 天樂 他就不是說 好跑得 那種球員 天分應該不錯 好 阿朗基那 這邊阿永街 放過來 右手邊蓋上去 魚子 放到中間 這邊阿永街搞什麼鬼 啊 神經病 哇 很生氣 什麼事 阿永街 好漂亮 魚子藍蓋進來 已經是 再給魚子 一個踢完整條腦 很多人來 全中這一下 迫倒 都是差一點 都是差一點 阿朗基那 沒有了 天樂 那就換 夏理信 那 陳少軍 都沒有什麼 其實 不如放 誰呢 陳俊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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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鐵 胡俊駱 那裡 暫時不動 雖然有一張王牌 在身上 安永街 沒有 錯失了機會 不如用Michael 你已經 失去了機會 那球球 門前都不進了 阿永街 神經病 真的想拍台 有機會追和 不要犯錯 這裡糟了 包月圍 幸好他中柱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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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推一段 等等隊友 等等隊友先 先不要死推 我正在動 好了 祖駱駱駱開出來 近處 頂不到 陳俊駱拿回來 abduct我 elle ت拉 SCHOOZ traveling aco 還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贏 謊 對不起 我 vs 我收回來 我 fundamental hang 店長 好像不太清醒 先選擇 現在陳俊駱很累 6.3分 那麼 parental 先補一補 呃 慈英下來頂住 頂住左閘 因為陳俊一 好了,已經換完了 前面的晴天由命 組完奧移場的狀態都好 不要拿走 OK,頂住 陳俊駱轉手為攻 放個長的好球 麥克爾好穩一點 阿朗基拉回來左邊行不行 這邊一邊帶來右邊 回到中間,這邊陳俊駱背身 Dorino再好又中柱 愚蝟 愚蝟 好緊張 哈哈 啊,保持 沒有了,一分也好 神經病 Dorino這場MVP 兩個助攻 8點6分 OK 是一開始輸壞了 輸給對面那個Fabio Lima 是厲害的 很明顯巴西人 聽葡萄華人 巴西人 哇 呃 慈英是後備上陣 是很好地跟上比賽的節奏 這就是 那種 一上陣的速率 你跟不跟到那個速率 這一下就跟到 如果辭英打左閘也可以 如果這樣的話 其餘天樂就說 這些我們很累 被換下可以理解 OK 一分是有交代的 這場球 但是我忘記了現在的分組形勢是怎樣 唉,先讚一讚你們 OK 現在看看小組形勢 我們是C組 C組現在就一分 我對巴勒斯坦 其實是 要贏的 阿聯誘 我跟他 他和 都沒有所謂 阿聯誘對伊朗 他和都沒有所謂 就是他應該不會贏到伊朗 看小組 是吧 不會吧 伊朗沒有那麼差 OK 現在我們最後一場 對巴勒斯坦 贏 基本上應該出到線 和就肯定不行 和 和 不可能 贏就大機會 對 就算 如果我們贏的話 阿聯誘 也要贏伊朗 否則他也不行 巴勒斯坦就不用想了 OK 來到最後一場 正選 是不是算呼之欲出呢 我應該不用了 先放在後面 Michael 整個系列賽用不到周圓 因為狀態很差 我又不敢用 不敢用 剛才胡俊銘踢得不錯 是吧 但是陳肇均就沒有什麼野度 用回 Alphie Harrison 搭著天樂 然後陳俊樂就後臂上來 撐著我中場 緊著 緊著 然後池英 放下來踢正選 因為很明顯 池英是可以踢到的 真的 呃 前線這些幾個都不動 雖然體能有打了折扣 但是可以接受 阿朗基納 杜俊輝 杜俊輝 沒有機會 阿朗基納應該後面都會放下來 看看祖遠奴這場表現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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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生死一戰 看看 到底可不可以出線呢 贏就可以了 你看看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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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門球完再熱身 請稍候 嘩 剛剛那場真的叫爆 同樣也是在巴勒斯坦 還有最後這輪 我亦繼續在紅衣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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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天樂拿到的不要失誤 後場先拆開兩腳 拆開另一邊 弟弟和盧烈斯的配搭都可以 胡俊鳴 轉過來這邊Harrison 左邊還有一隻祖練奴 推到底部 不推著 慈英回來中間 胡俊鳴再射 他在這個位置常常有機會起腳 常常有機會直接射門 可以射就照射 OK 他軟射到十幾 余子拿回 中間俊鳴繼續來 轉過來右手邊梁樂行都推上來 這邊艾華盾 接過來中間Michael的頭脫 可惜不中 六分零鐘 我們一開場 那些數據都在我們那裡 意思就是有些攻門都在我們那裡 暫時對面有些零射門 零射門 零射門 但是控球他們比較多 似乎我們要打反擊多一點 沒什麼畫面 我們其實最需要珍惜的是艾華盾 零射門 和佐伯爺奴兩個的體能 佐伯爺奴差不多 他燒得很快 但是佐伯爺奴這場球的分數幾低 這場的分數幾低 嘩 直射中柱 幸好 沒事 0比0 還是保持著 雄射門場尾段 余子 我最不想看到後防 犯錯 結果一趕就來 余子行不行 可以搶回嗎 一起協防 幫幫忙 好 中間堂穿了 嘩 又中柱 出來了 可不可以再來 嘩 好危險 瘋 平安中 平安中 又中柱 對面攻勢不太多 但不斷中柱 這個就是 那個 心驚膽跳的位 好 好 接著下去 這邊告過 不要 換錢 沒問題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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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原來我覺得差不多 要回 因為 他 真的 這場球不銳利 6.5分 看分數 做人 好 放回艾朗基納 不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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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員分數高一點 證明了他那隻 很銳利 低的話 就是不銳利 好了 兩路行 你回到中間就是天樂 還是不要勉強向前 對了 彈回來 慈英 嘩 有腳法 拜託 不要犯錯 拜託 好了 Harrison 右閘衝上來 余子嵐 中間 可以嗎 這下Harrison再後上 射門擋到 這下博到犯規 剛才我以為 Harrison 贏得 即入得 阿朗基納這下中柱 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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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諾 轉過來左邊 沒錯 阿朗基納給了慈英 比過來 阿朗基納頭脫 多 越位 應該越位 60分鐘 我待會要全面進攻 沒有時間了 不可以和波 阿 阿 阿 還可以做些什麼變化 等多一會 75 沒有 先看一看 好了 天樂就沒有了 應該 阿朗基納 阿朗基納 都沒有了 因為越踢越drop 看到他 杜俊輝還是肥棒呢 肥棒能力強一點 不如杜俊輝 孤注一閘 跟著 沒有了 換完了 少少掙扎一下 杜俊輝呢 是這樣的 很一般的 肥棒呢 真的 如果真的埋門一腳 可能 其實 但是 逆風 就 不能進去 肥棒還是杜俊輝 唉 希望交給你杜俊輝 希望你行 等一下 我先看一看 不要掙扎 這個時刻 critical 但是 肥棒扔下去很高分 這個位置 行不行 兩個狀態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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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況之下 杜俊輝 唉 來吧 其他有沒有人可以改變到戰局 好像感覺上沒有什麼 因為其他位置 這些都不用動 兩閘 這些都 天樂就一定要動 因為都沒有了 借光 是Harrison可以勉強頂 好了 最後這15分鐘 就可以知道分曉 杜俊輝 可不可以做救世主 慈英 還帶過來中間 好了 陳少軍 分到左邊 沒錯 艾朗基拉 分到中間 安永街起腳 中人 角球 安永街門前這些機會抓不到 陳俊樂 門前他立了 對面 剩下10分鐘 多一點 繼續都是角球 機會 這邊開出來 令他還沒中 又是不中籠 保住 我現在要 全面進攻 非常進攻性 對 全面進攻 沒有了 和球沒有用 一定要全面進攻 全面進攻 來了 八十多 還有差不多十分鐘 保持 這邊比來 OK 蛤? 奪位? 頂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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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神經病 興奮起了0.1秒 一秒兩秒 保持沒有了 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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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慘了慘了 慘了慘了慘了 玩完 嘩 嘩 嘩 怎麼搞啊 差一點點 其實 很多機會 已經 十八射 不中 EXPECTOR GO 都是壓倒勝 贏對手 但是 沒有用 始終對面空球率是多一點的 我們就抓一些反擊機會 快攻 絕佳機會的大機會 我們有兩個 然後 其實很多數據 我們都是偏向 優勢的一方 但是 沒有 就是 啊 慘了慘有四個關鍵 然後其他都 都 錯 哎 全隊都高分了 但是有優勢 就沒有分數 唉 可惜 你們 你們本來可以出善的 看 現在益了對面 對面手和出善 唉 我們不斷 雖然對面也有中儲 但是我們也有中微儲 哈哈 可惜 陳少軍對評估這樣也滿意 不是吧 沒有可能 有什麼好滿意 我 不滿意 我 好了 這個 亞洲貝之旅 不過這樣 起碼 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 有了這個入籍 四天王之後 很明顯 中後場 轉手為攻是強的 那些球員 譬如 茨英 天岡和Harrison 這些 他們在中後場 接到球員之後 怎樣彈上去 那一刻 明顯質素是不錯的 就是在FM的世界 我這樣觀察 就是這樣 好了 這一集的 What if 港超聯 就來到這裡 之後的 What if 港超聯 會繼續做下去 仍然會玩港隊 但是 都會保持這個 入籍四天王的設定 但是 可能 玩法會有些不同 除了挑戰亞洲盃之外 可能還會挑戰其他不同形式的賽事 這樣 那麼 繼續留意 記得訂閱頻道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下一條影片 給個讚 分享給別人的小朋友看看 另外就是課金支持 可以消息的支持 多多鼓勵 Pay Me還是FPS都OK 我是蘇姬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